各位在場的同學 雖然我知道你們不是自願來了 但是既然來了就聽一下 然後等一下呢 我們會有一些機會要送大家小東西 那請大家再踴躍喔 對不對 好那今天因為時間很短 所以我們要趕快揭露正題 那我想先問大家這件事情 你覺得情緒是怎麼來的 有沒有要告訴我 覺得情緒是怎麼來的 好來怎麼來的 自己感覺的 可以具體一點嗎 那是什麼意思啊 怎麼說自己 還說你現在想要很快樂就會很快樂 好那這位同學說呢 如果遇到一件讓自己覺得很好玩的事情 就會很快樂 好那還有沒有想法 來很突然的東西 所以你覺得也是一個幻念突然發生的 比方說你旁邊的同學他都來賞你一巴掌 你會怎麼樣 你會怎麼樣 開心 很開心嗎 可以打回去 不會 還是說如果這個你喜歡的女生突然賞你一巴掌 然後就覺得他熱定你了可以開始交往 這樣嗎 你沒有 你沒有 好來來來 各位 各位 大家 大家不要太激動 好 那我想你心中可能有一些答案 那因為 呃 情緒這個東西呢 他其實 時時都伴隨在 我們的周邊 那看起來大家 目前應該都沒什麼打腦耶 是因為剛考完試嗎 還是也還沒考試嗎 蛤 還有一考試 要準備放春節很開心 還是說禮拜五本來就是一個很high的時間點 好 那我們要帶大家來想一些事情 好 大家有看新聞嗎 沒有啊 人真的有看嗎 還是 好了 不管你有沒有看新聞 這件事情實在太難以忽略了 就是 有好多呢 為了要免費吃回轉壽司 然後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叫龜宇 來 我們做一個調查 在場的 因為你現在可能還沒辦法自己去改名 然後未成 如果未來有一天 王品牛排說 只要你名字裡面有牛排 我們就招待你一份王品牛排 那王品牛排可能沒有這個吃到好那麼好吧 但是也是要一 要一千五啊 左右 來你會改名的舉手 你要改名吃牛排的舉手 好 勇敢聽起來不要害怕 好 來謝謝 謝謝之前 之前盟學 還是 呃 我想大家可能覺得 王品不是那麼值得 還是我們來換一間就是 壽司狼 如果壽司狼 改成名字叫輝雲 你看新聞的時候 你有衝動想改的可以舉手嗎 欸感覺 大家也不喜歡壽司 也不喜歡牛排 是不是 那我們 我們來想一想這件事情 剛剛有同學說 我們今天之所以會有情緒 是因為有一個突發的事件 或者是什麼事情發生在你身上 那我們來想一下這件事情 嗨 各位高律生 高律生 各位冷靜 冷靜 需要你們討論講話的時候再講話 好不好 對 這樣大家會聽得比較輕鬆 然後想睡覺的同學會睡得比較安穩 對 我們必要打擾他們 好 如果今天我們的情緒是萬葉事件引發的 那同樣經歷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們理論上應該要有同樣的反應啊 可是我們看到社會上大概主流有兩種反應 有一種反應的人會覺得 對這超棒的 我也要去改名 但是有一些人覺得 為什麼這麼短視盡力 為了吃東西就改掉自己的名字 那這個是大家需要去想的 比方說為什麼你今天考試考0分 有一個人很開心 應該不會有人很開心啊 有人會非常難過 然後可能傷心很久 然後有人會可能難過五分鐘 就覺得沒關係 下次再考好就好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想一想這件事 所以 會不會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說 我們今天感受到的各種情緒 不管是快樂 是難過 是生氣 是悲傷 或者是非常雀躍 那這些東西 它會不會都是你自己去建造出來的 比如說你今天在收集到這些外面的刺激的時候 然後你自己決定的一個腳本 幫你自己產生了一個情緒 而不是像大家想像的 是說今天這個東西來了 然後你就被動式的去引發了某一個情緒 因為如果今天情緒是引發的 那只要有同樣的東西發生在你身上 你的感受應該會一樣 那我們可以發現這件事情可能不太精準 即便是你跟你的好朋友吵架 每次吵架之後 你們的心情可能都會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在很多時候 過去我們會覺得 情緒是被引發出來的這件事情 它其實需要多想想 情緒可能不是引發出來的 情緒是你決定要怎麼樣 所以剛剛第一個同學說 是你想出來 我就很好奇 他為什麼會這樣想 那各位也可以練習看看 就是當一件不好的事情發生在你身上的時候 你可以嘗試問問你自己 那這樣的時候我到底該怎麼樣 為什麼我們在很多時候 比方說你今天參加一個比賽輸掉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難過 那這個很難過可能是你從小到大被看到很多別人的經驗 或者是你被灌輸了這樣的一個想法 以至於你產生這樣的念頭 只要比賽輸了你就會很難過 只要比賽輸了你就會很難過 但是想像這個情形 如果你每次你如果是從小開始學 比方說學一個什麼運動行 你在學想看看喔 有什麼可以常常用比賽 你或是一個游泳選手好了 然後如果你爸逼你去游泳 然後呢每一次你比賽輸了 你爸爸就給你一千塊 好假設是這樣的情形 那這樣子你未來比賽的時候你會怎麼做 你會故意輸掉嗎 應該不至於嘛 因為有時候獎金可能是更多 但是對你來說 比賽輸掉這件事情 它可能就不是一個單純的負面的經驗 因為這件事情被賦予了一個比較正面的意義 那也就是說我們在很多時候是可以幫自己去建築這些意義的 當你遇到一件不好的事情你可以問你自己喔 所以這個真的是不好嗎 還是說我可以換一個角度來去思考 那這件事情可能就沒有如你想的是那麼糟糕的 那如果你是這樣子去思考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情緒不是被引發的 情緒是我自己產生的 那這樣的話大家是不是都會產生不一樣的情緒 是吧 那這個感覺很習慣 但是其實每一個人的情緒都不一樣 比方說你們班上可能做一件事情 那你們老師非常生氣 然後老師就開始可能懲罰你們 那有的同學面對這樣的懲罰 可能是覺得就是這樣啊 那有的可能覺得很倒楣 然後有的可能覺得很生氣 那每一個人他的反應都不一樣 這其實也反映了背後的過程 就是我們真的在不同的時候 我們會建構出不一樣的情緒 那你跟你有一些很要好的朋友 為什麼你們會很要好 很多時候那個原因是因為你們的生活型態很接近 然後你們可能特別是在你們建構情緒的方法上 也會蠻接近的 所以你們很能夠有一個共同的感受 你可以去同理他 他也可以去同理你的狀況 所以你們會是好朋友 那這個大家要記得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每一個人在面對同一個事件的時候 他的感受會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你的朋友跟你說我心情很差的時候 那你不要先罵他嘛 就說你怎麼可能心情差 他可能心情就很差 那我想大家周邊可能都有一些人是比較容易不開心的人 那他可能有一些是先天上的因素造成的 有一些可能是因為他長時間處在一種高壓力的狀態 導致於他自己在情緒處理上面比較沒有辦法 這麼快的從不好的情緒跳出來 那你要能夠去同理他的狀態 而不是像之前有一個電視節目主持人 不是說那些憂鬱症的人都是不知足 所以才會憂鬱症 那這個絕對不是這樣的 因為每一個人他會依據他的狀態來去處理他周遭的環境 會產生不一樣的情緒 有的人就很難快樂起來 這也不是他故意的 因為他就是做不到 那我們或許不能馬上幫他快樂 但是我們至少要能夠去同理他 知道說有些人可能就是這樣 有的人就是比較容易建構出快樂的情緒 有的人就是比較沒有辦法的 好那第二個大家可能會有的疑惑是 如果情緒今天是我們要建構出來的 那會不會花很多時間會不會來不及 那大家可能太小看你的大腦 你大腦在處理訊息的時候其實是非常快速的 而且雖然說我們在講這個情緒可能是你自己建造出來的 但是當你建造的經驗多了之後 你也會產生一些新的腳本 比方說只要看到媽媽臉色一變 然後她開始怎麼樣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一個腳本 幫助你去面對那樣子的狀態 所以這兩個問題我們給了大家答案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件事情 好那為什麼 為什麼每一個人快樂的事情不一樣 比方說有的同學的快樂 可能是你在玩線上遊戲 然後你的排名創新高 或者是你那天買到一個極限量稀少的寶物 然後你就非常開心 好那如果也是不玩遊戲的 像我不玩遊戲 我就覺得這排名有什麼了不起的 你現在全世界第五名 然後呢可以怎麼樣 那我可能會有別的快樂 那為什麼 為什麼對每個人來說 他的快樂是不一樣的 因為如果今天情緒本身 他是一個固定的東西 那對每一個人來說 情緒應該要是一樣的啊 但是我們卻發現 每一個人的快樂不大一樣 那有沒有人要跟我們分享 讓他快樂的事情 如果你的快樂的事情很特別的話 那我還蠻鼓勵你分享的 但不要故意講一個 根本就是假的事情 那有沒有要跟大家分享 讓你快樂的事情 還是這樣太害羞了 那我們來分享一個 讓人生氣的事情好了 來有沒有什麼事情讓人生氣的 你現在有對哪一個同學有所不滿 或者對老師有所不滿 可以藉著這個機會來發揮 我沒有看到人舉手 有誰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生氣的原因 什麼事情會讓你生氣 好 他現在舉手 他現在舉手 他一的特性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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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摩訣說 差0.2分就及格了 所以很生氣 好啦不要生氣嘛 因為那個分數不是都會四捨五入嘛 差點那個分可能就及格了 好那我們 我們來想一想這件事情 就是說 很有可能 情緒其實沒有一個固定的腳本 所以我們很難 從什麼方式來去判斷一個人 是不是真的 真的快樂的 所以很多人在講什麼 有一些簡單的情緒 比如說現在的工資會越來越發展嘛 各位可能都玩過一些東西啊 他會讓你照一下臉 然後就跟你說你現在多開心等等的 然後我心裡的疑問就是 如果是你自己的話 你為什麼還要透過一個攝影機 告訴你你現在開心嗎 你應該私密頭會很清楚嘛 當然如果這是一個旁邊的人 那或許有一點點的幫助 但是因為我們人的情緒 其實太複雜了 現在即便在科學上面 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很精準的指標 只要你今天符合了這些條件 我就可以說你現在很快樂 或者是你今天符合這些條件 我就說你很憂鬱 那大家可能我不知道熟不熟悉 我們怎麼判斷一個人憂不憂鬱 這其實是有一點複雜的過程 因為不管是憂鬱症也好 或者是思覺失調症或焦慮也好 這些疾病的定義 都是人去設立一些標準來定義出來的 那不像今天我們說你有高血壓 或者是高血脂 或者是高血糖 這個東西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但是我們今天再去判斷一個人 有沒有憂鬱症的時候 我可能會需要你去做一個量表 那量表也是你自己去填打的 所以你可以有不同的標準 那我就會得到不一樣的結論 那除此之外我們其實很難有一些別的很精準的指標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說我們現在可能都很想了解彼此的情緒 但是這件事沒有想的那麼簡單 好那另外一點大家可以想的事情就是 我們其實是有可能有能力去創造一些新的情緒的 就像各位可能會創造一些新的字眼 我們老人都聽不懂的 那我現在沒辦法想出太新的字眼 但是可能去年吧 有什麼不要旋轉我啊 或者是我們是很塑膠啊 或等等的 那如同這些新創的詞 你也有機會去創造一個新的情緒 然後你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彼此有一個定義 就覺得我們現在如果這樣 這就是很巧克力的情緒 那什麼叫做很巧克力 這就看你們當時是怎麼定義的 這個聽起來好像有點奇怪 可是這個在原古以前 那大家怎麼定義 什麼叫做快樂 可能也是這樣來的啊 他們就覺得喔 如果是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要快樂這兩個字 來幫他貼一個標籤 那結果就傳承到現在 所以現在各位的一些流行語等等的 包括可能今天我們就產生了一個 三明高中專有的情緒詞 那你們以後就可以說 啊這個好三明喔 然後大家就知道 喔這個好三明的意思其實是什麼 對不對 這個就是只要這邊 你看今天我們這裡已經有可能有 100多個人用這樣的字 然後等一下又有100多個人 那我們200多個人 如果都有一個共識說 什麼叫做好三明 那在網路上擴散 然後就開始每天替他一句的說 我今天真的好三明喔 然後大家就會開始好奇 然後或者新聞就會開始流傳說 欸現在我們在盧州區發現了一個新的名詞 叫做好三明 那我們來問一問生靈高中的同學 這個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那這個東西就會被傳出去了 然後他有可能如果他持續夠久 他就會變成一個新的情緒 好那來我們再來考考大家 這個我覺得很難答對 但是如果有人都答對的話 我們送一個我覺得比較好的東西 好來這邊有六個網球選手 這六個網球選手當中呢 欸不要急不要急 有三個人贏球 三個人贏球 好那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這樣玩好不好 我們請大家都先舉起你的右手 如果你想要玩這個遊戲的話 請你舉你的右手 那如果你答對的話 你就繼續舉著 答錯你手就要上下OK 手放下之後就不能再舉起來囉 好那你要玩這個遊戲的同學 現在把你右手舉起來 右手舉起來 把那個睡覺的同學把他推一推 舉起來 如果你需要借他的名額的時候 請把他手舉起來 那如果你不勝答錯了 就把他的手記憶舉著 好來 好來 我們現在一題一題來判斷囉 你覺得 等一下 欸這樣好難玩喔 好來 先舉的右先舉的右手 來 舉右手 好那 你覺得一號贏球的可不可以用戶 如果你覺得他輸球的就是用拳頭 你覺得他贏球的用戶 如果你覺得他輸球的就是用拳頭 如果你覺得他輸球的就是用拳頭 好來 現在 請問二號選手贏球嗎 如果你覺得他贏球的請幫我舉步 如果你覺得他輸球的請用拳頭 拳頭拳頭 好二號選手是贏球的 所以如果你先舉步的手繼續舉著 如果你已經手放下的就不能再舉起來囉 好來 請問三號選手贏球來輸球 贏球的話繼續打開步 如果你覺得三號輸的話請舉拳頭 再輸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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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三號也是贏的 所以 那個 欸我們現在是幾個人 一二三四 五 六七八九 十十一十二十三 十四十五十六 好來 好 我們還要繼續下一個喔 請問四號 四號贏球的 打開來 手舉步 四號輸球的請舉拳頭 來 好 四號是輸球的 好 好啦 那現在很緊張咧 我們可以請先來姓淳的同學來前面嗎 來姓淳的同學來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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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檢測你是不是真的很厲害 請問你覺得五號跟六號誰英雄啊 其實不是欸 但是謝謝你 超勇敢 五號贏球 謝謝 欸 請問其他人都自願放棄咧 好 那 那 各位 這個 銀球的人是五號 二號 三號 那五號 好 那 我不知道 這個 我覺得很難啦 因為要不是我知道答案我其實很難判斷 可是各位想一想喔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你自己覺得你 你會判斷一個人的情緒嗎 你覺得會的舉手 然後大家都覺得不會 或者是心不在此 覺得已經沒有理我 就不想理我了 各位我們來想一想 其實在生活中 你去判斷一個人的情緒 能力沒有那麼長 那為什麼剛剛這件事很困難 因為剛剛那張圖上面 各位我們只讓你看到的一張單獨的畫面 可是在生活中你面對的同學也好 或者是你的家人也好 你看到的不是一張臉嗎 你看到的是一個動態的影片 那我們可以從這些動態的變化當中 去察覺這一個人的情緒到底是什麼 所以那這件事情呢 反映了什麼 這件事情告訴我們 真的我們很難從一個人的面部表情裡面去 單純只有一張臉的時候 很難去知道他的情緒 那各位 所以從今天開始也不要因為一個人笑著 他一張笑臉就覺得他很開心 或者是他板著一張臉就覺得他很生氣很難相處 因為背後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並不是如你表面上所看到的 那我們幫大家做一個小小的整理 就是說情緒呢 他可能不是被引發的 是我們自己建立出來的 第二件事情 每一個人的情緒都是特別是獨特的 沒有一個固定的腳本 那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我們其實要花一點力氣 才能夠去理解別人的情緒 這件事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很希望可以陪伴某個同學的時候 那請你要花一點心思 你可能要多去了解這個人平常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你才有機會去做這件事情 那麼我知道過去 那個來申請念心理系的同學 很多人都會說什麼 同學常常會跟我聊心事啊 或者是我很會察覺別人怎麼樣 那我心裡都很想當場問他 那你覺得我現在在想什麼 就是這個很多的東西 如果你只是很表面的去談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有點習慣 那如果你可以更廣的跟我說 我覺得其實我能夠知道的是 我知道每個人的經驗都不一樣 那所以我在跟別人互動的時候呢 我也會特別去察覺這一點 那我就會覺得你比別人多說一些 你其實可能真的有了解 到底人的情緒是怎麼來的 不是只是說你真的很善解人意 這個詞太空泛了 那我想對各位來說可能有一件事情 不過今天大家看起來心情都很好 然後但是我們還是要帶大家去想一想 如果今天我們真的遇到一些負面的情緒的事件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去面對 那在講方法之前呢 我其實要給大家這個提醒 因為上面一個段落我們有提到 其實情緒怎麼來或者是怎麼樣子 你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在面對要怎麼樣面對情緒的時候 你要知道你自己是有責任的 不是說今天你就是被引發的這個情緒 所以我無能為力 所以我不能怎麼樣 很多時候你是有那個能力 可以去決定他要變什麼情緒 但為什麼不行 因為有些人可能狀況已經很差了 你身體沒有什麼能量的時候 你很容易被這個外面的事件 決定你現在的狀態 所以如果你已經處在那樣狀態的時候 我要強烈建議你真的要去尋求專業的幫忙 那如果你還沒有進到這個狀態 那我給你的建議就是 不要隨便就踏進一個位子說 我現在就是很難過 我現在就是很謝忌 因為你有很大一個 你有很多能力可以去決定 這個情緒會是什麼 那我們來講三個方法 那這三個方法呢 其實跟情緒產生的過程是有關係的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今天你知道 做的某一件事情 會讓你有負面情緒 那你可以想辦法 你要去做這件事 比方說如果你跟一個人剛剛分熟了 然後你知道你只要看到這個人 你就會想起他 然後就會很難過 那我們可能就可以用D來代表 就是我們用分心的方式 就不要去想他 我們去做別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呢 那這件事情呢 是會有幫助的 過去在心理學上 我們會有一些研究會告訴你說 這個 不是所有時候我們都要很勇敢的去面對情緒 因為當這個事件強度很強的時候 你跟他硬碰硬其實不會有好的結果 那反而說 你就是選擇先不處理他可能是好的 所以下次你要陪伴你周邊的朋友 你看到他非常難過的時候 你不一定要跟他說 哎呀你看開一點嘛 這事情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嘛 那我們可能可以做的 就是你就在那邊陪伴他 你是不是可以跟他說 那我們要到去做一些別的事情 你帶他去做分心 讓他不要把他的思緒都放在那個負面情緒上 對他可能是有幫助的 好那第二件事情呢 叫做R R是一個英文單字 re appraisal 重新評估這個單字的縮寫 那這個其實用口語來說就是想開一點 就是當我們在面對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用一個別的方式來去想它 像你面對一個挫敗的時候 剛剛我覺得說 如果這因為考試差評你合分就及格 那他可能覺得有一點生氣 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他來想 哦其實全班 我是全班最高分的 全班都沒有及格 那老師應該會調整分數吧 所以我就會變及格了 那當你換一個角度去看待事件的時候 你會有一些不同的發現 所以很多時候如果你有能量的時候 然後這個情緒事件不是那麼強烈的狀況下 鼓勵大家可以多練習用重新評估的方式 你們應該有看過一個動畫電影 荊棘轉彎 有吧 你們尿頭 這應該是你們的童年的其中一個部分 那那個 那個電影裡面呢 其實就把每一個人的事件都想像成一個水晶球嘛 那裡面是不是有一個有一段劇情是這個人在回想某件事情的時候 他原本覺得它是一個難過的事情 是一個藍色的水晶球 可是呢他發現其實這件事並不是如他印象中的那樣 他其實有一些快樂的成分 所以他就換了一個方式去想這件事的時候 這水晶球就轉過來變成是金色了 就是代表快樂的那個顏色 那這件事情不是像 當然不是像電影一樣 你就有一個水晶球 可是我們是有能力去看待這件事到底是怎麼樣的 像當你輸掉一個比賽的時候 你可以告訴你一次 其實就是我是輸的 我真的很爛 你可以這樣覺得 但你也可以反過來說 這次的對手都很厲害了 那我可能要再多練習 或許今年這些贏我的選手 他們都高三了 他們明年就不會再參賽了 那我明年參賽就有機會贏得這個比賽 那當你用一個重新評估方式的時候 你其實在幫你自己建構一個新的經驗 那這個是有幫助的 好那第三個 我們叫他A接受 那接受是什麼一回事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會被情緒困擾 有一部分的原因都是因為我們覺得有這個情緒不好 比方說你今天你會覺得 我自己怎麼都是負面的念頭 這很不好欸 我不喜歡我自己這樣 然後你就會越這樣想 你就會越陷入那個困境 然後最終呢 你就是沒辦法跳脫 你就會一直覺得 我自己已經太糟糕了 所以才會這樣 然後我什麼人都不如等等的 然後一直在這個回圈裡面 那如果你可以換一個態度 然後說你就接受 喔我現在經過這個事情 那我真的身體不太舒服 我的狀態真的不太好 但是呢 這個是因為外面的事情所影響的 那我現在可能也沒辦法處理它 但是我接受我自己有這樣的一個身體上的反應 或者是有這樣的心理上的一個變化 那我接受這樣的狀態 那當你接受這樣的狀態的時候 你沒有去批評這樣的狀態的時候 你其實不會對於自己的那一個所處的那個情境 有太多負面的感受 那這樣對於你負面情緒的產生 也會有改善的一個功用 好那我們來想一想 那個感覺大家應該都很淳樸 還沒有交男女朋友 應該吧 還是 那個 你旁邊的有交男女朋友的請舉手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 天喔 我知道如果說有交男女朋友一定沒有人舉手 那個 你旁邊的有交往中對向的 好 我們對這件事情不感興趣 我覺得 我們先從最最右邊這個情形來看 請問如果今天我們在 就是經歷一個事情 讓你很沒有成就感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做 那如果我們用剛剛的那些方法 假設啦 今天這些事情就是 呃你們班上老師說要去考全名儀儀 然後全班都通過了那個高中級的 只有你沒有過 好 這個是我們的情境 那這個情境可能讓你很沒有成就感 怎麼辦 怎麼辦 如果今天是我們用第一個策略 我們用分心策略 我們該怎麼做 忽略這件事 不要再去想了 然後就是跟同學聊天的話題 不要談論到全名儀儀儀 就談別的事情 好 這個感覺有點在逃避 但是 如果這個沒有成就感這件事 對你有很大的影響 那 這個策略是可以去用的 好 那我們來想第二個策略 R Reappraisal 我們要重新評估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評估這件事 要怎麼鼓勵自己 有沒有同學有想法 再考一次就好了嘛 沒有關係 對 再考一次就好了 你可以告訴你自己 沒有關係的 這個全民意解又不能怎麼樣 他可以當學習歷程嗎 如果要登的話我就明年再 或是什麼時候再考一次就好了 或許我下次就會過了 那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幫助你自己去重新解釋那個狀態 好那如果是第三個策略呢 accept策略 說對 我就是沒有考過 你不一定要說你自己很爛 你也就是說我就是沒有考過 然後面對這個沒有考過 我確實有一點不開心的情緒 那你就知道自己有這樣的狀態 那就句點哦 不要再去數 我自己就是真的很爛 所以才沒有過 我現在這個難過鑰匙也是應該的 因為之前我都不複習等等的 所以我才會落到這樣的一個境界 那不要幫自己加油添醋 有那麼多的東西覆蓋這個傷口 那我們來看第二則 這個可能比較嚴肅 就是說 那如果今天 被霸凌怎麼辦 被霸凌很難不處理 比方說你今天這個霸凌的對象可能是 女兒班上很調皮的同學 然後他可能讓你出糗了 那是西班牙獎 西班牙獎 西班牙獎 太噁心了吧 然後 就 我知道大家有的時候很難拿捏那個 那個 到底這是好玩還是霸凌 這件事情 大家要記得 霸凌的感受本身也是很主觀的 所以不能因為你自己覺得這沒有什麼 這只是開玩笑的 你就覺得可以對別人做這件事情 因為只要那個覺得他被霸凌了 他就是被霸凌了 那所以當面對這樣的狀態的時候 我們可能很難分心 當然你可以讓他去做別的事 不要去想這件事情 但坦白說 要做這樣 做到這個地步不太容易 好 那我們怎麼樣去重新評估這件事 如果這個同學 並不是那麼有惡意 只是你可能比較敏感一點 就覺得你被欺負了 那你或許可以轉換一個心態說 這個其實是不是同學只是在跟你玩啊 沒有什麼樣子 但我不鼓勵大家把所有的被霸凌 都當做別人在跟你玩 因為這樣也不好 你有點扭曲那個現狀 OK 這個很嚴肅 大家可以想一想該怎麼辦 然後面對這樣的情緒 可能也不適合 你可以去理解你自己 被霸凌是有不舒服的感受 但是不要去說 一定都是因為我做不好 所以才會被別人欺負等等 你要知道你有那些不舒服的感受 然後肯定要另外想辦法 來去尋求幫助 好 我們時間很有限 所以我要給大家三個提醒 就是 這是一個提醒 就是說 面對你當你有情緒上的狀況的時候 拜託你一定要知道 你不需要一個人去面對 所以你的第一個資源應該是 你們的輔導老師或者是你的老師 或者是你可能想要更專業的協助 那現在很多身心科診所或者是心理師診所 你可以去找這樣的幫忙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鼓勵大家要有好的朋友 因為很多時候你們經歷的事情 跟你同才的同學是最能感同身受的 所以有人可以跟你談一談 很多時候把這事情談完 那情緒可能也就沒有那麼嚴重的 所以不要都把東西悶在心裡頭 要想辦法讓你周邊比較可靠的朋友 可以跟你分享 那第三件事情呢 我不知道大家現在跟你們的父母的關係怎麼樣 或跟你的兄弟姐妹關係怎麼樣 但拜託不要把他們放在外面 那你會說老師 可是我很多的情緒來源都是他們造成的 那這個是你需要去處理和面對的 因為如果你不處理 然後你把這個最貼近你的資源 推在很遠的地方 其實很可惜 但是至於要怎麼樣開啟這樣的對話 我覺得需要一些時間和努力 好 然後推薦大家一本書 這本書是我當活社研究員的時候 那個老師寫的 我們也有送了一本給輔導室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輔導室去找這本書 或者是你可以搜尋 這個情緒跟你以為的不一樣 線上讀書會 你就會找到一個Podcast 你可以聽Podcast 因為我每一張我都錄了幾分鐘的Podcast 你可以聽聽看 然後如果覺得有興趣的話 再找這本書來讀 然後就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